今天我们做一个研讨会 就是来研讨白也夫先生 他的一些画作 他的画作分成两类 一类是他比较传统的 中国的国画一些世女图 和一些中国国画 另一个非常独特的 我也曾经写过他评论的 就是关于明信的体验 和对人灵魂的一个表述 那白也夫老师呢 他用这个水墨 这种传统的方式 并且加上了现代的元素 来表达现代人的灵魂 我们今天呢 就是有几位画家 今天参加了有 阎金松先生 有王热先生 有汪楚雄先生 还有百合女士 我们一同来 和白也夫先生一同 来探讨 怎样将我们灵性的体验 对灵魂的体验 来通过我们的绘画 让它进入我们的艺术 这样范围 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们的艺术 只是表现了 我们的物质层面 然后就是情感层面 精神层面 但是艺术体验有三层 最高层就是灵性体验 那白也夫老师是将这种 灵性体验所得着的 这样的感觉也好 你的理念也好 进入了你的绘画 所以如果用您的画笔 用您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绘画语言 来表述你的灵魂 这就是今天大家想向您请教 也是探讨 请教首先不敢当 我们可以说交流吧 交流探讨 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个话题呢 其实比较尖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家呢 还是关注在一个肉眼可看的 物质的世界的 二元论的视角去探讨 绝大部分是这样 也就是说 个体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精神的一种表达 来图示弹示出来 大部分是这样 那我个人呢 是因为本身信上帝 信耶稣 那信上帝 信耶稣这件事 本身就太神了 因为它需要超越物质 超越自然 它不能只建立在一个二元论的基础上 它需要最起码的三元 也就是人 自然和神 就是神与人 人与物 或者人与客体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呢 它是属灵性的 绝大部分的艺术家 其实都在物化的层面 是精神的表达 是精神的创造 但是它是在物质的层面 人看到自然世界 比如说我们写生 人看到的这个 这个花草树木 包括人物 包括动物 其实植物 我们都是在表达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 感悟到的东西 用我的精神 我的思想来去把它表达 寄托于此 甚至给很多的人带来愉悦 带来心灵的满足 精神的享受 眼目的一个愉悦感 因为它是属于美学的层面 但是属灵的艺术 或者叫灵性的艺术 它应当首先得超越二元 也就是说 人必须得信上帝 在信的这个前提之下 得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只是信上帝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或者说我们跟上帝 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话 你无法把它表达出来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人是有灵魂的 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 就是一个尸体 就是个载体 死了的人都是没灵魂 因为灵魂出去了 人之所以是一个活着的人的前提 就是因为上帝所赐的灵魂 在这个载体当中 我们老百姓把它叫臭皮囊 对吧 在这个载体当中 那才能够产生 思和想 然后它支配这个载体去行动 是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三元的角度 所以说真正信上帝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 知识的层面 因为知识 那世界上的知识太多了 对吧 当然圣经也是知识 但是它的知识 还是属于人文层面的 那个那个层面 圣经是远超于人文的 因为这是神的启示 叫特殊启示 特殊启示出来的 上帝给人类的话语 它是属灵性的 它绝非是这个世界的这种 文学的层 它远超过文学层面 因为人类的文学 是人的有限的生命 所书写出来的情感 表达出来的思想 寄托的一种精神的诉求 这个东西还是在人的 有限的层面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的信上帝的人 他需要超越这个层面 也就是说 圣经是属灵的属 属灵的属 必须得属灵的人与他相通 因为圣经是特殊启示 他跟世界上任何的书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六十六卷书 是经过一千六百年的时间 上帝借着四种人 通过一千六百年的时间 去启示他们 让他们在不同的年代里面 记下上帝有启示给人的话语 并且把它合在一起 成为上帝的一个完整的 有头有尾有过程 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说我们今天作为信靠者 尤其是我们艺术家 我们艺术家其实本身就是属灵的 艺术家没有灵感无法创作 那灵感从哪来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认识上帝的人也有灵感 认识上帝的人也有灵感 差距在哪里 这是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说它重要 不认识上帝的人 因为它跟上帝没关系 但是它有没有灵 它也有灵 人也有灵 但是它跟神没有相通 它通的是什么 它通的是灵界 那灵界的东西来启示它 来给它感觉 它也能够来灵感 但是它不是从神来 那真正信上帝的人 它的灵感 是需要通过默想神的话 灵修神的话 常常的思考神的话 与现实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 那话语本身就可以启示我们自己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灵修的过程 它本身就是一个灵修的过程 因为在创作的时候 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创作 就是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用你的作品 你的笔 你的墨 你的指 你的精神 你的心灵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瞬间的一个交合 包括跟神的关系 其实再往这个极致里边说 真正的属灵的艺术 它应当是长出来的 上次跟思维老师 我们教授的时候 这个教授的时候 你采访的时候 也谈过这个问题 它是长出来的 它是生出来的 它不是嫁接出来的 它也不是改装出来的 它也不是东西方 这个借鉴融合 只停在文化上面的 首先得是 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和认知 得进去 我们信靠着 谢上帝的人 得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 当我们真正进到 神的话语里面去的时候 那个话语本身就是有能力的 因为神的话是有能的 神是用话 话语创造了诸世界 当然他的话语有能力 因为神的话语 一出来的时候 就像两人的利剑一样 刺入剖开 甚至骨头与骨结 是灵与昏 他太厉害了 所以说当我们 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灵 就在与神相通 当我们与神相通的时候 我们再去 画这个作品的时候 实际上是圣灵来带领 是圣灵带领的 我个人是这样的体会的 不是靠自己的经验 也不是靠自己的创意 也不是靠文化的基点 也不是靠什么 什么借鉴 交融 融合的这种 不是 它是长出来的 为什么 是就像一个植物一样 它种子进去了 有土壤 有湿度 它就会发芽 它就会往上涨 下巴就会生根 其实艺术 我个人体会也是这样的 也真的是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呢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本身 每次创作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 灵修的一个状态 一边创作 就一边默默地祷告 一边默默地祷告 一边就问神 主啊 这么走 可以吗 这么走 是不是更好看呢 这么走 是不是再加点水 把它冲一下 是不是再加点别的 其他的颜料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是 一直在跟神在沟通 就是与神相交嘛 当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交在神里面 与他相交的时候 实际上是神的灵 带着我们走 不是我们自己说 我要创造一个什么东西 我要创一个东西 其实人本身 我们首先得 承认我们的有限 我们太有限了 我们往往 那些有限的 那个知识 那个堆积 那个经验 其实有时候啊 可能也会挟制我们 让我们难以突破 但是呢 必须得有一个前世 就是说基础的东西 原则的东西 规律的东西 我们必须得学 学到一定程度以后 到一定程度 到一个结果眼 或者到了一个 一个 叫什么 这个 节点的时候 需要把它清空 需要把原则的东西 彻底清空 只有把原则的东西 把它倒出去 清空了 通过实验 通过尝试 通过探索 通过研究 可能会这样 可能会那样 可能会那样 怎么样能够成立 但是这个前提是 跟神相交 就是导过神 默想神 神的话语在里面 默想祂的话语 就是来如何 神啊 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主啊 你帮助我 这个好像觉得 不是太好 是不是加点东西 会好一些呢 其实一边话的时候 就可以一边的 跟神去相交流 那个时候实际上 当我们想依靠神的时候 跟神说话的时候 神就跟我们说话 祂就带着我们走 所以说 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在创作的途中当中 实际上我们说 是自己创作的话 其实如果事实上去讲的话 应该说神的参与 真的是神的参与 就是我们自己太有限了 实话实实说 真的太有限了 就是 我个人也是觉得 若想突破 首先得跟神建立关系 使跟神建立关系的前提是 真正谦卑俯博下来读祂的话语 从祂的话语里面领受 更深的属灵的含义 和它一贯的原则 就是神的话语是有原则的 它的原则不是一个 它是多个角度的原则 这个有这个的原则 这个有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把这个原则把握住了 再去寻求神 在里面去 就像是种子撒在豪土里面一样 它就会发芽生根 就会往外长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是长不出来的 我个人是这么个一个领受啊 所以说 我也画了那个灵魂的作品啊 其实灵魂的作品 就是神给我的一个体识 是什么呢 上帝把救赎做成 使他的爱子 完全献给人类 为人类而死 为人类而被钉死 然后第三天复活 然后用他的血 来立了新约 来赎买那些 我们这些赎他的人 那这个本身是神做的 是他的大能 是他的计划 是他的他的旨意 那今天我们在 创作作品的时候 必须得找源头 得依靠他 从他那里来去领受 就是神啊 你给了我这个艺术的恩赐 我怎么能够来去表达你呢 而不是说神啊 你给我的艺术呢 你怎么再让我表达我呢 不是 表达我就错了 你怎么让我能够表达你呢 你的救赎 你的真理 你的信息 你的原则 对吧 你的旨意 如何来呈现出来 当我们这样的一个 去寻求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自己舍去的 就是把自己清空 清空自己 就是舍弃自己 舍弃自己的时候 就从神那里来支取 信心 支取 力量 支取 他的圣灵的开启 引导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这个享受吧 就是尤其是艺术物作品出来的时候 那个愉悦感呢 就是任何 任何东西是 是代替不了的 有时候吧 出来的是这样啊 我相信 师傅老师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啊 因为你画的也是抽象的 就是也是用屏息 就是真的是 他有时候那个融合呀 因为水本身 水的这个 这个本身 是极特殊的 极特殊的 真的是极特殊的 水 我想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 水是生命之源 这是写在我们村里边 那个墙上写的那个大交语 水是生命之源 这现在我都记得特清楚 那个时候我就想 水是生命之源 为什么水是生命之源呢 人去了水不能活 动物去了水也不能活 植物去了水也不能活 天上地下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 地球上这些 没有水 所有的都不能活 只要说有活的生命 那问题是水从哪来呢 结果后来呢 我就去圣经里边 我就去查考 我仔细的去查考那个 创世纪 开篇第一章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没有说 上帝我先创造了水 没有 是神的灵 圣灵运行在水的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看光是好的 这是头一日 你看水从哪里来 上帝而来 水本身是上帝给的 所以整个的世界宇宙 唯有地球上有水 这太奇妙了 我们说水球 是个碧蓝色的水球 大水球在空中浇着 有太阳照着它 不近不远 有月亮 吸引着它 不近不远 有重心在运转 其实拓着的中心是地球 这太奇妙太奇妙了 好 白岳夫弟兄说得好 现在我们就是研讨会嘛 进入一个互动环节 我们就一些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和白岳夫兄弟 你说一声难考 就是说 你这么中间的创作呢 实际上是想把抽象的灵 给聚下 是有这个建造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抽象的灵 与具象的灵之间 是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和工作 那么我们就想知道 具体您认为 这个具象的灵 到底它是一个 什么类似的一个样子 能不能让我们都 弟兄们都看到 都看见 其实说到灵本身呢 灵是非物质的 它是非物质的 我们肉眼啊 科学家那个十一公曾经讲过 人的肉体的眼睛 只能看到事物的 物质的灵 物质的4% 96%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96%都看不见 而灵呢 它是超越的 它是应该是在 四维以外 五维 五维层面了 因为神就是个灵 圣经上说 神就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是得需要人的心灵和诚实 拜祂 就与祂相通了 就与祂相通了 但是我们的肉眼说 我要看见那个灵 没法看见 没法看见 因为我们的三维空间 加上我时间都是个四维 灵是超越这一切的 那您想在这个绘画里边 就是把这个灵给定位成一种 可以被观众感知 这是你的用意 也是这么多年 在神的这个启示之下 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么您认为您的这个作品 能不能真的让观众感觉到 那就是灵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 我做的展览上 有好多信上帝的人 跟我说过 你画的这是灵魂 他们直接跟我说过 就说因为他本身信上帝 他里面有神的灵魂 他能感受到 你这个是有灵魂 你这个是不是画的灵魂 跟灵魂有关系 他们会直接这么说出来 那这是针对具象的吗 还是对 就是我的作品嘛 我画的一个画 我画的画是半抽象的 对 半抽象的算是 其实这个呢 我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当时是做展览 在展览的时候 我就说神啊 你既然是救赎灵魂 对吧 主耶稣已经死在实际上 就为了救我们吗 你为了救我们 那灵魂 你是拯救的是灵魂 因为最后的时候 身体背书 那是将来的事 我们身体还要背书 先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将来身体才背书 所以说 那灵魂这个本事实质 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 每个人灵魂就是个死人嘛 那灵魂怎么来表达 这个很难说实在的 你怎么把这个 看不见的灵魂表达出来 我就祷告 我就默想 祷告默想以后 就神经带着我 就拿着毛笔 在那个宣纸上 就画了一个线 首先就画出了一个 四人形 有头有身体的 半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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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形状 后来我要加水 把它一冲 呜就往四散动 扩散了 感觉有一种 用韵化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意思 你要看神觉得有点意思 阿玛尔说还是不够 是不是能加点饼锡呢 是不是神啊 我如果把这个饼锡给它顿化了 把那个焦性 把那个锡诗剂给它顿化掉 成为颗粒 加在里面会不会更好看呢 有可能可行 那我就在实验 其实你在实验的过程中 就一边默想一边问神 一边默想一边问神 其实神的灵就带着你 所以慢慢慢慢就 就形成了一个灵物的一个概念 上一次前两年 师文老师也专门给我提出过来 说你这灵物画的呀 太粗犷了 你是不是能不能更细一点 更微妙一点 也给我提出过来 其实我也尝试了用细的 就是也可以细也可以粗 就是因为艺术作品 还得根据画面的需要 就是神的带领 画面的需要的感受 来去铺张开来 对 白老师虽然这个形象 他来自于圣灵 然后他从起初的 那个相对来说 比较粗犷的灵魂 到今天呢 他是有很多细节的变化 他也形成了 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 可以说原来可能是单一的语言 现在这个语言成为体系 但是他整个的走向 就这个语言的走向 这个形象的得着 他遵从了起初圣灵给他 对 对对对对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呢那个水本身呢 我刚才提到那个话题 因为水本身是生命之源 水是上帝特殊给人类的 它是只要有水就能掌控一下 那水是有灵性的 因为水本身就代表圣灵 但是另外的师傅也相对着什么 我听到白铃铛这个 讲了他自成一套这种体系 有他的行物 但是咱们从艺术本身来看这个问题 人类 自动由人类以来 真的艺术诞生了两三千年的游戏 从古人三点龙化开始 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呢 所面临的艺术样式 和艺术创作的方式 包括艺术的表达 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因为我们要面对 所有我们新城的艺术家的作品 这几千年的艺术家 他的各种各样的创作方式 和面貌 它都是我们当今社会 沉定下来的 现在的艺术家 和娱乐的形成性 艺术它自然本身 它自己形成了一套艺术规律 和艺术哲学 是的 那么 当这个艺术 独立于文学 就是绘画艺术 我们只讲 独立于文学 独立于音乐 独立于哲学 独立于社会学 存在的时候 它有它独特的语言 和表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说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艺术会 因为当我们面临几千年来 艺术的成就 放在那的时候 当我们现在的艺术家 其实就是高山洋子 它在每一个时期 都建立了一个高度 都是几千几十万人 产生的那么一个艺术的高度 有固定主义 印象主义 现象主义 表现主义 罗可可 包括后现代 等等等等 每一个都有各样的样式 在这个时候 本身绘画艺术它是有视觉艺术 对 那我有一个比较精锐的问题 你说 艺术 这个灵魂是不可敬的 对 那么 视觉艺术 什么叫视觉 眼睛看到 才称为视觉艺术 对 那你用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 去表达不可看到的东西 是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嗯 那是不是个悖论呢 你明明知道它是不可看见的 完了你又说它可以表达出来 那么可以表达出来 你所感觉到的那种形象 嗯 是不是真实 嗯 是你认为的真实 嗯 还是你认为别人感觉到的真实 嗯 可以说 艺术它有它自身的规律 存在的形象 对 是不是 它不是说 可以负担任何的 嗯 啊 哲学的方面 文学的方面 嗯 还有社会学的方面的 因素 嗯 去界定于艺术的本身 嗯 如果说 艺术可以用文学来解释 嗯 艺术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嗯 艺术可以用哲学来解释 嗯 它也 艺术存在也没有价值 嗯 所以在我看 艺术它是独立存在的 是 对吧 独立存在的 它必须用它自身的语言 对 去阐述 嗯 它艺术的观点 观念 思想 情感 嗯 那么 如果说 我们明明知道 不可敬的东西 你要用可敬的方式去表白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 让我们有点 让我个人是觉得 很不可思议的问题 嗯 为什么不可思议呢 嗯 嗯 就像一个虾子 嗯 嗯 它非要去描述世界 繁花四季 春 春光灿烂 嗯 阳光明媚 它都没进过国 嗯 它也没有进过色彩 嗯 它认识你告诉它 它红色是什么 绿的是什么 它都不知道 嗯 最后 你让这个虾子 去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有多少的可信性 嗯 有多少的可信性 嗯 就说 你都没信我 你还 你还告诉我是什么样子 就像你现在说 我们学习问题 看来 我们现在说 你所表达的那个灵魂在那里 嗯 但是 我可能我这感觉不大 嗯 所以我就是说 这样的确陷 我们从艺术上的这样一种确陷 嗯 你这种确陷 是不是你自己带有主观性的 一种判断在里面 我有问题 就行 好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那个 蓝老师啊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刚才您阐述的很清楚 从学术的角度来 去论述的 嗯 嗯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所以说你画这个灵魂 你画这个灵魂你就让我们扯说 你这灵魂就是这样吗 嗯 其实您提出这个问题本身 您提出这个问题本身还是站在了一个具象的视角去看的 是具象的视角 是说你画的灵魂真的灵魂就站成这样吗 还是一个具象的视角去探讨它的 因为艺术不只是具象 因为艺术不只是具象 艺术是多元的 多元的艺术是不同的视角看不同的问题 所以说呢 它有抽象 啊 它有冷抽象 它有热抽象 对吧 它有多种多种视角 因此我就想回答一个什么问题 就刚才您提到那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就像虾子摸黑去画上的东西 你就说画这就是红的 那这不是骗人吗 其实我拿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 因为音乐也是纯粹的艺术 诗歌和音乐应该说 比绘画更纯粹 最单纯的 诗歌和音乐 比如说 这个 那个笼子的音乐 这个笼子叫什么来着 贝多芬 贝多芬做的音乐 他都听不见 他自己都听不见 但是他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音乐来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我们说 那你这 贝多芬这不骗我们吧 你自己都听不见 你写出的东西 你说这是真的 这不开玩笑吗 这也图案概念 嗯 为什么图案概念 嗯 贝多芬 它是用音乐 来表达音乐 嗯 对啊 我们讲 你说 你是用 说法 我真的 去证据 对 你们可以质疑 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本身 我每天 用灵修 灵修圣经里面 这个话 这个没关系 你做牧师 或者说 我 我就是抬他们聊 嗯 你做牧师做得很好 你做人做得很好 但是 并不等于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就与你的艺术作品 嗯 有直接的变形 当然有这样的 哦 艺术是心灵的表现 是心灵的 艺术除了它的这个 就是 那么我就是这么反过来说 如果任何一个好人 他就是一个很 就是各方面就很厉害的人嘛 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嘛 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嘛 这不是 这个这不是充分表演了 嗯 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我们是谈艺术 嗯 嗯 嗯 艺术 我始终认为呢 艺术是 它有它自身的规律 嗯 它的原则 嗯 我们讲 讲原则 对吧 嗯 你音乐 你不论是古典音乐 还是现代音乐 嗯 它会给别人诚信的画面感 嗯 会给 是的 每个画面感可能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但是情绪 嗯 是一样的 嗯 接受情绪 情绪也不见得是一样 哈哈 激烈的 嗯 像这个贝多芬的那个 《命运教育学生》 听了这个曲子以后 嗯 人家不会因为这就是爱情歌曲 嗯 它情绪它就是激烈的 生命的碰撞 它就是那种感觉 嗯 很确信 嗯 这就是 那么包括我们绘画中的 笔触 色彩 构成 嗯 空间 嗯 这些等等的运用 是的 它实际上就跟音乐中的音符一样 嗯 它是个节奏和韵律 如果说这些东西出来以后画面给你的一种感受 是安静的 嗯 是祥和的 嗯 是激烈的 嗯 是凌乱的 嗯 它是由我们已经看了 是有一个确信的感知的 嗯 嗯 你看到一颗风吹弯的大树 嗯 狂风作喜 嗯 人在那儿惊难行走 假如说 嗯 一个画面 你绝对不可能说 这张画面起名为行天意志 嗯 嗯 明白这意思 嗯 那么 视觉艺术也好 它任何艺术 它有它自身的规律 嗯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规律 神也是讲大 讲规律 嗯 你不在这个规律中去做某一个世界 我们非要附加一个东西给它 嗯 就说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我属灵的 我想这么做 我做出来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样的 我就认为它是什么样的 嗯 这个是不是 你的作品 真正的展现出来了你的愿望 我想讲一下 因为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讲五分钟 因为对白老师我也认识很久了 嗯 如果我从文学的角度上 来说怎么定义它的呢 我不认为它画的这个就是灵魂的样子 嗯 首先我们说 我不认为灵魂是这个样子 灵魂本身就是无形的 对 你不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但白老师呢 他用了一种象征手法 嗯 或者说你说预言手法 嗯 比如说它预言 嗯 就像我们很多预言 以一棵树来 比如说中国人很习惯 用竹子 用竹子来预言 气节 气节是不能画的 对吧 但它用竹子来预言 所以竹子的那个形象 让人家看见就是气节感觉 嗯 那么梅花又是一个感觉 或者说 甚至某一种颜色 都是有一种 也就是被预言了 那我认为呢 白老师是用了这个符号 它来隐喻 隐喻 隐喻 是灵魂 那么这个是它独特的符号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规律 符号 也许呢 就是说 这我可能画灵魂 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 另外一个样子 但白老师这个符号呢 它随着不断的摸索 不断的摸索 它这个符号 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 那人家看见 哦知道这是白老师的符号 那然后呢 在这个符号的情况下 根据这个符号的变化 颜色 画面的改变 来体会 它里面灵魂的涌动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符号 不是灵魂的样子 就是indactment的样子 那像白老师呢 他其实讲到就是形象 就是我们共通的 第一是我们共通的感觉 是借着我们眼见的 我们的行为啊 风景啊等等 来表现的形象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层面 但它有一点 我觉得是共通的 比如白老师 你要表现悲伤 你可能今天是用 一个一个女人 坐在那里 独特的样子 表现悲伤 你也有可能明天 是借着一道河流 一个天空表现悲伤 但是这是你的符号 就是大自然是你的符号 那我觉得白老师 抽象画呢 常常是一种形象 一种符号 或者一种颜色 表现悲伤 甚至是符号和颜色的混搭 表现悲伤 但是它有一点是一样的 观众看见 看见一个写实的 他也会感受到忧伤 他看见一个抽象的 也会感觉到忧伤 这一点大家是共同的 都是调动受众的 忧伤的记忆 因为其实 用你写实的来调动 它的忧伤 可能它被调动的忧伤 不见得是完全 跟你的写实是一样的事情 但它调动了忧伤 而白老师的一个 可能就是你的灵魂的符号 也调动了它里面一种忧伤 那也是要 甚至我可能画几个色块 调动了一个人的忧伤 调动的都是每一个受众 自己的记忆 他的情绪记忆 他的生命经历的记忆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抽象的也是写实 他写实了他内心的感受 写实的他也是抽象 因为你是用一个写实的你的大自然 来表现的是共有的一个情感 而不是就是这个大自然这一刻 所以我这个是 我首先不认为我心意中 所有的灵魂都是这个样子 这肯定是 这个灵魂的样子 只是白老师从神的启示里面 得到了这个抽象的符号 对 仅仅是一个符号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圣经里面 它都是用的 象征 比喻 隐喻 戒喻 表号的方式 来去阐采 让咱们人根本看不到的世界 圣经就是这样的 其实绘画艺术也是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象征 比喻 介遇 比喻 等等方式 没问题 你让我说吧 所以说绘画语言呢 不是一致的 它不是都这样 必须的 因为文化历史 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 艺术史当中 不断的在更新 不断的在创造 不断的在创新 不断的在突破 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只要有人类存在 它就不能停止探索的精神 人就是有这种探索 和创造的这种 这种愿望和神秘的需求 对吧 所以说呢 艺术恰恰是需要更新的 因为人只要在 就愿意去创造 又突破了 他又突破了 他又突破了 其实这个突破本身 也是人 被上帝所造的人 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 所具有的探索和创造性的 一个特点 其实也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 艺术史本身 说直白点 他就是不断的在更新 创造的过程 所以说规律也是 不断的在形成的过程 也不是死的过程 也不是死的过程 不是死的危险 对 对 对不起 接着这个研讨会 我觉得 挺有识之意 就是说 艺术这东西 本身就是 一个个人行为 对 但是个人行为呢 它是在一个艺术史的 这种 过程里面 符合艺术史 符合艺术的这个定义 符合艺术的这个定义 符合艺术表达的这种方式的 在规律里面的个人行为 对 那么就是说有类似的艺术家们 会冠以名之 比如说印象派 或者是未来 在六个年以后的灵性画牌 嗯 那么实际上 本身他们都是尊重艺术的规律 对 尊重艺术 尤其是绘画的 视觉艺术的这种表达方式 嗯 来达到一种个人的 是吧 不管是通过什么比喻 是吧 象征 隐喻 表现 是吧 就是说 他们想用 同样用艺术的语言 绘画的语言 嗯 来表现各自的 世界观 或者是自己的这种感觉 嗯 这个路子是对的 但是呢 嗯 我们不会去认为 某一个画家画出来的 他就是灵魂本身 这个命题是不存在的 对 我们今天就想 讨论到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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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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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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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 让我说 那其实就是 就是在美术史上 尤其是在 这个西方美术史上 跟信仰 结合最紧密 就是从东世纪到文艺复兴 这个阶段 啊 与信仰结合最紧密 啊 嗯 那么 实际上 早期啊 在这个 中世纪一千年的时候 实际上 实际上 人类还没有发现 大气托 大气托式法 啊 也没有在这个 解剖学上 有真正的 意义上的 这个 突破 那么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 这两大发现 啊 造成了绘画视觉上 更切合我们 认知的真实 嗯 啊 但是 其实 在中世纪会发现 其实不乏有那种 感人的作品 也就是 就是 其实我倒觉得 这个表达灵魂 抽象与具象 并不重要 对对 是吧 你比如丢勒的那个 祷告之手 哎哎哎 是吧 那就是像 啊 你比如说你看过 西罗雕的这个大胃 啊 那是他21岁 被雕出来了 那你就去想 这个人就不是人啊 就想好像是被 圣灵充满了一个 比萨烈 是吧 他好像知道怎么 从这么大一块 啊 高七米多 这么一大一块的 这个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理石里面 怎么就雕出 这么一个生命来 嗯 然后 比如说 你看我记得 这个天顶地画 是吧 这个 啊 所以我觉得抽象和具象 不是 一定的 啊 主要就是 就是 你所表达的 呃 这个东西 让人感知到什么 感觉到什么 啊 刚才师傅老师也说 不是说 一定就是 对对对 对吧 一定 不是必 啊 不一定就是说 呃 这个灵魂是这个样子 但是关键是要 让观者去感受到这个 然后你比如说 呃 维德于果的这个 呃 悲惨世界 嗯 实际上它就是 呃 就是一本福音书 啊 你比如说 对 这个这个 呃 然后王上是一个 这个从一个罪人 嗯 然后 呃 被拯救被救赎以后 好后来他也成为耶稣的样子 对对吧 啊 他就活出了耶稣的一个现实的样子 啊 然后你比如说 这个 呃 警官 嗯 这个警官 其实就是一个法律塞人 嗯 是吧 他特别 恪守这个 律法 啊 然后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人靠自己 就死入一条 啊 虽然他很政治 嗯 但是他 他也不和 当时别的这个 呃 警察啊 别的这个 法律从业者 同流合污 嗯 他认定的事情 嗯 他就要追查下去 啊 但是从最后他 被这个 扔挖让的这种牺牲精神 也就是基督精神 嗯 感染 最后 他探见了这个 这个 律法和 生命之间 和救赎之间 嗯 和设定之间 的一个关系 啊 但是他自己也不可以妥协 嗯 所以他就只能够 这个 嗯 这个这个 只能够 呃 四如一条 嗯 所以 所以对 我觉得伟大的 这个艺术作品 是一定要摸到 这个灵魂的东西 嗯 就所有的 你比如说 刚才这个阮兄也简单的提了一句啊 这刚才我提的这些 我认为啊 我认为都是 呃 包括查查他们的生平 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 嗯 伦伯朗 嗯 伦伯朗 晚年的 那个 晚年的自画像啊 嗯 就画的已经很写意了啊 但是 我们知道他 中年的时候 他的人生衰落下来了 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 你看到所有自画像都是非常自行 非常喜乐啊 啊 那么 从他的这种 表达啊 他的笔触的这种脱落 就能感受到他的 灵魂 得到了 救赎 啊 救赎 嗯 所以 所以 那么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 这个被美术史调 调整的 呃 排得很高的艺术家 也是 也能让我们感觉到灵魂 你比如说 达芬奇 嗯 你比如说 我 呃 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 陆西安 佛里德 嗯 他们这些东西 他也能摸到你 嗯 也能让你非常震撼 非常感动 但是他 格里科 啊对 但是他们就 我觉得就 是是是 是素化了一个 嗯 触碰 他不是一个 向上升的 一种感动 嗯 他是 就是 他不是从天上来的 但是呢 就是他从他的 情感啊 啊 就是他运 他们的作品里面 上面有普世的情感 嗯 嗯 那在我看来就低档很多 嗯 但是也 不实为了不起的作品 嗯 也是一般人所难为的 嗯 但是明显 他们在灵魂层次上 嗯 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力量来源也不一样 嗯 嗯 所以我 我是那么觉得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抽象具象不是问题的 根本 嗯 嗯 除了 也就像十二老师说的这个 呃 你可以说所有的混画都是抽象 嗯 对吧 啊 因为他的本质就是一堆颜料 在画布或者画面上 对吧 他的本质就是这些 他只能不同的 不同的组织 对吧 我们谁也不会说一块填色板很好看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人的主观的参与 是吧 那么我们也 读圣经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在神创造人以后 所有的神迹都是有人的参与 啊 没有人参与的时候 神就不做神了 啊 所以呢 这个是神的一个定规啊 那么 那么我想 所以艺术呢 你也可以说 可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具象的 嗯 是吧 因为你的情感是非常具体的 你的 激发你情感的这个 来源也是非常具体的 嗯 所以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还可以探讨啊 灵魂这个母体肯定是 正切要点 嗯 但是 就是 需要 不断的 探索 对 好吧 嗯 嗯 不同的艺术家 画出这样的东西了 嗯 那这东西一旦出来 它就 清不不败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是 反过来说 你哪怕有感动 我哪怕有什么 都不敢认定这个道理啊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这么确定 嗯 这个东西是 我就 困惑的 其实我们 但是 当然我可能 不如你这个信仰那么 虔诚 嗯 但是 真实信仰 我是很真的 但是我 没有里面 比如说 祷告啊 各方面做 就是 画作品之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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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问上帝啊 所以可能 这方面我 没有这些感觉啊 但是从一个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艺术规律 和艺术本身的东西 那里中悟空 说实话的 一个一个基督徒 悟空 嗯 他做个凳子 嗯 然后他就是 他这个凳子 就是属灵的 就是灵魂嘛 就说 所以 这基督徒 就是 炒菜师父 从师他就是 炒菜师父 我就觉得 这里边啊 嗯 应该是 个性其类 嗯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行业的 每个人物 当然我就跟你探讨 嗯 因为你很自信的 告诉我们 这个画的 是灵魂 嗯 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我内心呢 就是特别 好希望有你这种感受 嗯 非常希望有你这种认知 嗯 也希望我的作品 能有这样的一种回馈 嗯 但是 没有 所以我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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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根本里学习 这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一个东西 漂出來 嗯 这样我看来 嗯 茄芫 对吧 或者说是 挺有创意 他感受呢 我就说他感受呢 刚才褚雄也说了 也切除了这个问题 任何作品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就跟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样 第一眼就会给你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 这个人是狡猾的 这个人是金酸刻薄的 这个人是他不好惹的 但是这种感受 我相信人人是共知的 都有的 而且是肯定差不多的 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剥下的种子 用判断 他是知道的 但是就是艺术作品上这一块 你说这是灵魂 他说 那是什么 他说 那是什么 就晕了 就晕了 不管能不能看米勒的画 看什么的画 我到龙虎工学的时候 就看到人家那些人在米勒画画面 就打到 他真感动 甚至我做个展的时候 看我画的一个农民工 他说什么样 人家也流营 很感动 看着那种一个生命的那种状态 他也感动也哭 对吧 他这种感动 它是触及人类心的 那么艺术作品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么反过来他就说 就是触动人类心的 对 他怎么触动 怎么触动人类心 不是说一个作品出来以后 这个人一看就像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人是讲话的 他说 这个人很真实 他看着这个人 看着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个表达是不是那么准确 对吧 一时作品我们就相当于一样准确 刚才我举的音乐似的 你听贝多芬的生命交样曲 他就是那种动作命运 对 对吧 采科夫世纪男士多了 他就是很浪漫 对 他这种东西他很准确 对 绝对不是说通过什么 文学家整个家来解读的 孩子听了是这样的 老人听了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说 具象抽象没有关系的 毫无关系的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呢 刚才您谈到这些问题 他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 他还是在古典主义 那一个阶段当中的 神秘的视角去看 或者是传统的视角去看 实际上 艺术史是一直在 跟随人的历史往前进 一直在不断更新变化着的 古典主义是那个时代的 但现在也在画 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 必定艺术还在往前走 是吧 包括后来的这个 音像派 从古典到音像 从音像到这个立体 从立体到野兽 从野兽到现代 现在到后现代 现在到当代 其实他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人的关系一直在更新 有的人就接受 有的人就不接受 其实很正常 它是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审美点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像后现代的东西 它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因为它本身的标志就是 没有标准 谁都可以当艺术家 你只要敢做 哪个这个东西 我这就是艺术 那你这个就是艺术 它没有标准了已经 后现代完全 但是并不代表说 艺术就不能再探索了 它其实还是可以的 这两个人 我就谈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是咱们需要理清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后现代艺术也好 诞生是什么 基于什么样的一个 哲学革命 开始的 其实 都是从背离神开始的 肯定是 是由 肯定是 那个理采宣布了上帝死亡 那个书 对 以后 才产生了后现代艺术 是的是的 那么这后现代艺术 这么一种 人人都是艺术家 包括杜上的小冰坑 对 对 它其实就是没有规律 打破规律 打破神权 打破一切 它来说 它并不是艺术的进步 嗯 它并不是 并不是艺术的更新 它只是说 人们在脱离上帝以后的事无忌惮的行为 多了一些样式 是可以这么说 没错 对吧 没错 我们并不能说把这样的方式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对 如果说把这样的方式 作为是艺术进步的一种标准 规范的行为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 所以不管你 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 嗯 神说了 阳光之下无心事 是 你的所有的心事意念 全清除 对 所以说人们现在搞各种各样的那种样式的东西 嗯 我看过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应该是这么说 可以 到各种博物馆去 你就看人们 你总博物馆的他脚步 就能看出来 都能 凡是所谓的当代后英代 那些人了意 都过去了 对 对 但是 我并不是说 用这个来评判东西 对 但是 现在人啊 由于人离开上帝以后 人人都想成为上帝 是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是 没错 你采训不神的死亡 嗯 所以说 人自己都变成了自己的神 对 没错 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核心 对 后现代也是一样 对 核心 是 老子就是这样 我沙发教学就是艺术 那就成这样的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教宝 对 那么说 当这样的东西产生出来 而且趋之若鹜 各个 包括美国的索罗斯 他拿的特坏的 就像他们把钱的大量的砸到左派身上 大量的去搞什么社会病毒 这一系列的人都是在违背神 有的人他就是在违背所有的教宝 是 我们讲灵性艺术 今天我们谈一个核心的问题 我们作为有信仰的艺术 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个历史时期 现在 后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 这样一些的变革 对 是给神代的 是什么样的 是伤害 还是在进展 对 那么 OK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件事情 做灵性艺术的时候 其实 就应该给一个人 清晰的认知 而不是说可以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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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产生出来的 当然说表面显示 可以丰富多彩 但是 给它传达的内容 应该是明确清晰的 这是我的观点 非常好 我普通一点 就是说这个清晰明确 这个 不管 这个灵 是吧 这种不可见的东西 呈现在 哪位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嗯 我建议 我们今天说 能不能表现出灵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对 但是这个话题 还可以展开 比如说我们向观众表现 善灵 嗯 嗯 属神的 嗯 恶的 属撒旦的 嗯 我们把这两幅画都在那 那观众可能会更有感动 对 更直接 这个善的表现 善的灵 它加上了一个善的一个定义的话 它呈现出来什么 嗯 那么它是 恶的东西 嗯 是吧 撒旦的部分 嗯 它可能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 会让人觉得 哦 嗯 这个是基督徒艺术家所让我们看见的 是 这样的话 这个灵就具体 嗯 就是灵的形象不具体 但是灵的定义具体 嗯 嗯 善的恶的 是吧 温和 鬼诈了 对 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是说的 九个果实嘛 对 圣灵所接的九个果实 都比方说 你九个 看 就是咱们的作品 就是说 你不能违背这九个果实 嗯 当你违背这九个果实 你就实际上是不属灵的 嗯 对 这是圣经上的明示给我们的 圣灵所接的果实 嗯 是什么 良善 清杯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啊 九个果实 他明确的告诉我们 嗯 嗯 那么 如果说 我们的作品 是在这个范围里呢 我觉得他属灵 是 嗯 这是从《爱圣经》原则来说 对 但是怎么表达的更有一属魅力 更有一属观赏性 嗯 没有手法上的那种高级 嗯 对吧 儿童也难画 嗯 对吧 爸爸妈妈亲自的手就 嗯嗯哀哀哀了 嗯 那你会觉得 那儿童画 那同样的 人家可能就是一副相像 一个眼神 他就能够非常的打动你 嗯 他就是 他本身作品 他还有一个 没有力度在里面 嗯 所以 你都就是今天我们谈的比较深了 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一直就是很困我 这样听的就是 对 白天那天 我一耳朵听到 灵魂的时候 我当时震惊 哦 是吧 是 很震惊 很震惊 嗯 能这么说吗 不是 我真想搞明白 嗯 因为你比我先好 嗯 你可能接受上帝 比我近 我们今天聊呢 就是特别想知道 有什么什么方式 让你就确信这样什么东西 嗯 所以 我们是从知识 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 来看问题 今天你要是能给我们一点启发 那我们就觉得收获特别 特别 我们在创作作品上 启发不敢上 启发不敢上 咱们就交流 就是交流 就像就着您刚才提到的艺术史这个角度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回头我发的群里 你们看一下啊 我那个文章就是 就是怎么说的 大概的意思 其实 中世纪时期的那个古典艺术 它本身就是以神本主义思想 来去创作的 嗯 但是到了印象派的时候 由于人的自我表述 想移到大自然去离开神 转移神 不但转移到大自然 转移到人 性的 人的本身 所以就从神本主义 转到了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下所导致的 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一堆的 直到后现在和现在的当代艺术 就形成那一堆东西 其实那一堆东西都是堕落的艺术 全部都是堕落的艺术 因为它本身就回到了人本身 人本身就是堕落的 在表现人的堕落 它就是产生了这么样一个 堕落之下的艺术史 那么到现在我们今天被神更新改变 今天呼召了我们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回归给神 今天是谈的这个艺术 实际上我的本意是回归给神 把神都要归给神 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 所以我谈的实际上 我所表达的是 要回归神的艺术 就是以神本主义 回归神本主义 但是不是街上原有的那个中世纪的 巨小绘化的神本主义 而是这个时代的 而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家 感知感受到的处境 信仰 灵魂 精神 视觉 审美 所需要表述的东西 但是能不能表达到什么程度 那因人而异 也因每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启示 神的启示也有关系 所以说呢 我的本质想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我就是 我毕竟在路上 我也是在路上 在路上 只要在路上 都不能说他就是成熟 也不能说他成功 只是在摸索 探索 研究 追寻的一个过程 还在过程里面 但是 是要需要依靠神的 因为我们神是中心 神是一切万有的核心 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神的艺术家 属神的艺术家 首先我们要想画出属神的艺术作品 前提是 我们必须得成为属神的属灵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更新我们成为属灵的人的话 要想画出属灵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作品是从人的手出来的 是人的心灵 人的精神 人的思想 人的感知 人的视觉 审美 产生出来的东西 前提必须得是掀起真正的对神的话语更新 改变 进入 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 做事方法 一举一动 包括我们的话语 都需要更新 当我们被更新了 我们的作品也就会更新 当我们没有被更新的时候 我们想去更新也更新不了 因为艺术作品是从人产生出来的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大家 尤其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多多的从这个视角 大家多多的去交流 多多去探讨 真的 这是共同的来去进步 共同的来去研究 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表现方法 哪怕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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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写实的 超写实的 都是可以的 它不是固定的说必须的用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很大差异的 对 但是我们需要交流 对不起这个我说话 我把这句话说完了 对不起 接你一下 对我觉得 其实像白老师这点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人家说功夫在诗外 就是你并不是说 你说一开始诗歌达到一定境地呢 是需要努力的 而且其实它是有标准的 那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其实不在于你的语言 不在于你的词句 不在于你的风格 在于你 你里面你的那个就是品位 和甚至是你整个生命达到了高度 绘画也是这样 那基督徒艺术呢 我们讲到 基督徒的东西 它主要是那个圣灵的内住 使你生命不同 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注重有表现 我们觉得很玄 那我画这个东西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不也是画这个东西吗 那别的不是基督徒的 好像画的也挺好 这跟小说也一样 跟文字也一样 就表达出来的东西好像都一样 但其实 绘画和文字是最骗不了人的 我觉得绘画比文字还要骗不了人 你那个东西往那一挂 你可以全无缺点 你里面有没有我们说 你生命的铺鼻而来 有没有那种光的圣洁的东西 你想画出光和圣洁 你也画出来 完全在于你生命 在绘画以外的草原 就你里面是什么 你倒出来就是什么 如果你里面是什么 和你画出来的东西不一致 那就是叫格 对吧 格的艺术就不是高的 高的艺术 那就是低的 这就是基督徒艺术 为什么会产生境界低的人 因为他里面没到 但他要画那个基督徒艺术 那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不是说功夫一定要在外面使 到一定程度以后 功夫是在你 在你生命中 所以这个你骗不了人 你就得动真格的 到一定程度 你自己不觉得 但别人看你的画 是会觉得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贯说 很难把描助长 说今天就写个基督徒艺术 或者我画个基督徒艺术 我写个什么圣洁和光 他是做不到的 是 一说基督徒艺术就是 抱枝羊嘛 画个羊 这个不行 画个蛇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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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太表现 而且这个东西很 但是说明文 画一块葡萄啊 这个 其实你同样画着羊 我想啊 当你对羊的 就是对神的羔羊的感觉不同 认识不同 你画出来羊的不同 你的光的方向不同 你羊的眼睛不同 这不是你想出来的 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伪装 艺术最奇妙的就是没有办法没做 所以其实不在乎你画 写实 对 还是虚构 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但最重要的是你里面 但今天的艺术呢 有点走偏 偏在哪里呢 全靠解释 这也是个问题 不能说完全不做解释 那我可以说 这个是我的一个符号 这个可以解释 我来自于上帝 但是最终的东西 如果全靠解释的话 人家 解释就是一只羊 是啥意思 是啥意思 但人家在这只羊身上 没有感受到救赎 没有感受到这只羊 是替我死的 甚至没有感受到这只羊 有那种尊容 甚至绵敏 那你这只羊 跟菜场上的羊 又怎样区别呢 就没有区别 我觉得就是不在乎你画什么 在乎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 当然另一方面 你技巧上不断提高 那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匠人精神 对吧 能干什么你都得拼命的干好 对 因为你比如说诗歌 你不压抑或者文字不够优美 你想表达再高的思想 都没有人愿意接近 你知道吗 如果用规划 这个必须到一个层面 是吧 如果这个果子长得不悦人 也不好做食物 然后也不能让人得智慧 那魔鬼怎么一用 夏娃太也不会再来吃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层面 你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降人精神 我们要做到最好 用属灵的话说 就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我认为就是 无论我做什么 我力争 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 这个是 就是必须的 就像刚才提到那个 《然而让》那个事情 那个电影 其实那里边没有说基督 他一句也没有说基督 但是他的生命 彰显出来的就是基督 那是高的 因为艺术作品应该是 呈现出来的是 生命的彰显 这个生命的源头 是从基督来的 他没有说没有写基督 那我就对这些文学作品 太熟悉了 他里面所使用非常关键的几个点 首先是那个牧师 他偷了他的这个 主教 他偷了他的这个银具 然后他说 送给他 这是一种赦免 遮盖 那么这个赦免和遮盖 后来就 我妈呢 身上呢 就传播出去了 他又开始对别人赦免和众 他是 还是 因为在西方文学里面 我们都觉得他写的基督 因为他是很自然的一个 没有没有 他充满了基督精神 写得很清楚 他也直觉 但是里面 我就说的意思 他没有直接说基督 但是实际他表现的就是基督 他体现出来的就是 他不是要表现 体现出来的就是基督 一个天上来的喜乐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很高兴 像这样 他那个用色 你一看你心里 他也回到了 回到了儿童状态 对对对对 那枕着回到儿童状态 现在就是变成小孩了 这个挺挺挺挺难的 他画的太好了 嗯 挺好 今天领导会 领导会 就是说你要是 你有什么 对观众 要是说明 我这是灵魂 那么观众有可能就会 你是属于有神论者的灵魂 还是无神论者的灵魂 中国也有灵魂 中国灵魂出现了 那么我们怎么画的去 是属灵的灵魂 这就不一样了 对啊 今天演讲的非常好 白老师他讲 我是画的灵魂 至于这个灵魂 给观众是一个形呢 还是挣扎 还是飞扬 等等的这些 那白老师继续讲 他也要看人的 觉得能接受他继续讲 不能接受他讲也白讲 但那天来的牧师 一个西人牧师 就是那天下午 那个西人牧师和他的日本太太来 来了很有意思 他们在下面看话的时候 白老师没法跟人讲 他不会隐门 看完了上来以后 后来这个日本太太 就跟我们在聊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那幅画 并不知道白老师画的 所以他先生 就是那个牧师 最喜欢那幅画 他觉得那幅画 画的就是灵魂 白老师 我一翻译的话 白老师就兴奋坏了 他就感觉到灵魂 对对对对 牧师和师母 这就因为牧师 他自己里面有名 我想是名与您的共鸣 任何绘画都需要共鸣 没有一个人的话可以让所有人都共鸣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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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們零修唄 今天很好 感謝主 這說解惑 咱們 拿一解惑 交流 藝術就是在於研討交流 我覺得這種研討交流 就特別好 因為我們在一起有特別畫具象的 有畫抽象的 有畫水墨的 有畫工筆的 什麼都有 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把自己的問題也直接